凡人游喜 晚安等你 获得由凡人游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 各位 今天节目当中 这位女嘉宾是一位37岁离异的女士 虽然在离婚以后 孩子并没有跟着她 但是她却想给自己的孩子 创造更好的生活 而且她现在每天努力和打拼 也都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 现在想要寻找到另外一半 同样也想找一个对孩子好的人 那么这位伟大的母亲 到底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眼前这个异性为孩子考虑的女人 名叫陈飞 大家好 我叫陈飞 今年37岁 身高1米65 我目前是服装销售 月薪4000 本期教育女嘉宾陈飞 年龄37岁 身高1米65 职业服装销售 月薪4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离异 小孩跟对方 也许是离异感到对孩子有所亏欠 现在的陈女士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是围绕着孩子 可是当我们问及她离异的原因时 她却迟迟不肯开口 你们能够在一起呢 然后能够分开呢 好 然后再一起好久了 不要 我不想说她 这个经受生活磨难 却依旧保持美丽的女人 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让我们一起走近她 了解她 来 大家把目光看到我的身后 我们请出女嘉宾 风情万种的出场吧 你好 刚刚不是大家的电视没有声音啊 是我确实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觉得啊 就是刚刚你从那边走过来以后 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女嘉宾 她们出场的时候 如果是走过来的 都会显得那么的苍白 因为你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哎呀 我怎么形容呢 我不知道我用词准不准确啊 那就是阿罗多姿 风情万种 风韵犹存啊 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外在的条件大家都看到了 不用说啊 身材也好 穿着时尚 你今天这一身 是正常的穿衣风格 对对对 就平时就这么穿是不是 这个衣品也不错啊 长得又漂亮 所以越是这样子 大家就越好奇 为什么就对于情感经历 离婚原因 你不愿意提提 不愿意说呢 这个还是不说吧 是不堪回首 还是不想去提 我觉得不管好还是坏 我觉得已经过去了 然后过去多久 不想提 过去多久 也没多久 没多久 是几个月 还是有一年 几个月 几个月是吧 女嘉宾才离婚几个月 那么她有没有 从上一段感情中 走出来呢 那前面那一段 有多长时间 总可以跟我说一下 十年嘛 十年 最青春的那十年 就是在上一段感情当中 不过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话 我要为我自己而活 真的 就是说实话 要好好地上班 那你前面十年 是在为谁活呢 为家庭啊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回家带孩子 每天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每天都是这样 我知道呀 但是有时候 这个真的不好说 你感觉在感情当中 付出了很多 其实大家不怕付出 我既然愿意 组成一个家庭 我既然愿意 就是有了我自己的孩子 大家都不怕付出 关键是我的付出 没有回报 就是可以得到什么 对吧 对啊 那你得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得到 每个人可能都不想 太多地去面对 过往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 感情这个东西啊 你如果没有去 吸取经验 或者说去总结 举一反三 你如果仓促地 又走入到 下一段感情当中 很有可能 就会重复一些东西 对对对 是的 我觉得两个人 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沟通的 真的 我们就是完全 就是缺乏沟通 因为他也上班 我也上班好 他每天就是比较忙 然后我也每天 就是除了上班 就是回家带孩子 然后平常我们 就是说两个人的话 就是沟通的 真的很少 在特派员 寻寻善有之下 吕嘉宾终于 说出了自己 离婚的原因 因为他说了一句 然后就是 作为一个男人 就是很不负责的一句话 什么 真的 平常 我就因为 小时候 没读过很多书 因为小孩子 你说 现在上幼儿园了 好多 好多都是要父母 一起完成的 但是我就是 但是虽然就是上早班 我下班回去了 然后我也完成不了 因为我实质太少了 然后我有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 虽然是工作 也比较忙嘛 然后我是说 如果是有 就是没必要的那种 应酬啊 活动啊 应酬啊 就回来多陪陪孩子 因为有些 我自己 我也完成不了 你不知道 他说了一句什么 你现在 你如果是要跟我说 要家庭 还是要事业 他说 我明确告诉你 我要事业 不要家庭 然后说了那句话 你不知道 我当时真的 我心真的凉了 我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 那你就不要接分了 你接分 你就直接去拼事业 你接什么分了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家庭 你要接什么分了 感觉他就是没有担当 这一段十年的感情 可能带给你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回忆 原来陈女士 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 一个为孩子 为家庭 亲近所有的女人 却被丈夫冷言相对 这让我们很是心疼 但是始终我们还是要 收拾心情往前走 那现在重新要择偶 你有什么要求 主要是对我还是好 真的 我现在要择一个 最重要的是 对我娃儿好的 不要其他相对的 亲生娃儿一样 但是要善待他 要对他好 第二年是要对我好 那是两个人中最重要的 经济条件要过得去 我不希望他大富大贵 但是一定要对我和娃儿好 综合来看 陈女士的择偶要求是 一 对孩子好 二 对自己好 陈女士的择偶要求 非常简单 可是经过编导的一番讨论 我们一直认为 陈女士应该找一个 家庭责任感强的另一半 经过在资料库里的 一番挑选 我们确定最终的男嘉宾人选 张熊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给介绍的 这位女嘉宾呢 她就在我前面 这一个服装店里边上班 销售 我现在带你进去 认识一下她好不好 我自己去看 我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你不需要我吗 为什么呢 想当中了解一下吗 你的意思是你想 就是堂岗补偿 黄雀在后 你想就是以顾客的身份 去看一下 对 我懂我懂 了解一下她生活当中 真实的性格脾气 对对对 可以可以 那你去吧 我在旁边好不好 如果你需要我 随时叫我 好 就是那一位 穿黑色连衣裙的 从远处看 看着女嘉宾 身高身材 还是我喜欢的 那种类型 男嘉宾想要 独自与陈女士见面 她会满意 陈女士的表现吗 陈女士又能否看出 她是今天的男嘉宾呢 要睡个 看衣服吗 看衣服 你想选个外套吗 还是选个里面 外套 外套 对 你喜欢什么颜色 平常 深色一点 深色一点 试一下 这个 最小好 穿的 我把穿不得 我搭的 他这个马子有点偏大 我给你找一个 找个偏小一点的 不管男嘉宾如何挑剔 女嘉宾始终温柔应对 这应该给男嘉宾 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买衣服 其实我觉得这一件多好看的 都包裂 都包裂 除了那两件不要 我本家的全部包裂 要的要的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了 来来来 好了我也来解释一下 其实这位顾客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他姓张 我的家门 张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代君 今年35岁 身高1米75 从事工地 工资在7000以上 本期交友男嘉宾张代君 年龄35岁 身高1米75 职业 工地水离工 月薪7000元以上 或因状况离异 无小孩 综合来看 张先生的作用要求是 一 贤惠持家 二 长相漂亮 两人基本条件符合 匹配指数80% 那其实今天 本来是安排你们俩见面吧 相亲嘛 但是呢 女嘉宾呢 她自己呢 非常的勤奋 她也很励志 你看本来我们约了下午相亲 上午还要来上个班 还要挣半天的钱 才来相个亲 是不是 她其实呢 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样子 嫌不下来 她一进来 我就在猜猜 她带了话筒 我看是不是 今天的男嘉宾 给我心目当中 想想到形象不一样 但是我也不是看外表的人 她跟我介绍衣服的时候 感觉很热情 性感还是非常好 第一次看 见她的正面的时候 还很漂亮 是我喜欢的类型 男嘉宾对于陈女士 印象很好 可是陈女士 却对男嘉宾印象一般 可为何 一段聊天之后 两人的想法 发生了反转呢 说实话 那点我还是比较满意 我感觉这一点 还是有点结束困难 你平时工作忙不忙 还好吧 不得很忙 一般这个项目是上班 还是十几个小时 早上十点上到 晚上十点下班 反正就是上上吧 经常 那你们下班一平时 出去刷吗 还是住哪个 平常下班都不出去刷 现在下班 然后都是买点菜呀 做点饭 然后二天天要上班要待嘛 那你平时就自己煮饭吗 都是自己煮饭 之前不会 只是现在去 像有种工作忙啊 如果要回来的话 有个饭能吃到人的饭 这是我会煮哈 就是换煮的不还好吃 我会煮饭 这点在我面前还是很加分 因为每次下班了 有时候回家都能吃到热饭 换我是会煮 但是只是不好吃 如果说它不挑天 还是可以的 那你不会煮饭的话 平常下午的话 会不会煮呀 两人不管是在家务 还是在做饭上 都非常契合 匹配指数上升到了85% 可是接下来女嘉宾的一句话 却让男嘉宾瞬间改变了想法 你的兴趣还好呀 我兴趣啊 哎呀 做工具嘛 有时候累得回来 反正看人家 或者有时候想 平时不帮我 去运动 跑着脖子一下 都可以 你平常打牌 和酒那些不一样 酒有时候活点 有时候活点哈 打牌很少 很少啊 天啊 我是不喜欢打牌 也不喜欢活酒 你平时想休息时间 感谢啥子 没得是的话呀 不能看着直播 都想多赚点钱嘛 女的喜欢直播 我感觉这一点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那女的直播 都是找别人要钱 这种 张先生接受不了 女嘉宾直播 这段好不容易上升的 匹配指数 又下降到了75% 不过 这可能跟张先生的 上一段情感经历有关 我有一段婚姻经历 朋友介绍的 我们在一起 三十五年吧 三十五年吧 刚开始我们在一起 很幸福 都想多赚点钱 我就选择了去公地 没想到好心的一个举动 到头来变成了 一个离婚的局面 因为公地太忙了 没有经常会去 这也导致我们感情不和 你经常吵架 他经常出去说 我跟他也沟通 经常沟通 然后他和他还是经常出去 张先生因为前妻 太过于贪玩 所以提出了离婚 面对爱直播的女嘉宾 他有着同样的担心 特派员究竟又能不能 打消他心中的顾虑呢 写的重要作用 熊胆作为传统的中药材 对肝好 这是福禄康牌熊胆粉 但这冷面保存 零下四十度超低稳动肝成粉 充分保留有效成分 一天重复一次 清热 明目 又平肝 中医认为肝火旺盛 容易导致口干咽喉痛 眼睛红肿痛 降肝火的过程就是平肝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 明目 平肝 对肝好 长聚会 咽喉痛 用OTC果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眼睛肿 眼睛痛 用OTC果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对肝好 有福 有福 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冠名播出 肝 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 承担着代谢 排毒和造血的重要作用 熊胆 作为传统的中药材 对肝好 这是福禄康牌熊胆粉 但这冷面保存 零下40度超低温动肝成粉 充分保留有效成分 一天重复一次 清热 明目 又平肝 中医认为肝活旺盛 容易导致口干咽喉痛 眼睛红肿痛 降肝活的过程就是平肝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 明目 平肝 对肝好 常聚会 咽喉痛 用OTC果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眼睛肿 眼睛痛 用OTC果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对肝好 有福 有福 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本节目由OTC果药 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胆粉 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明目 平肝 对肝好 常聚会 咽喉痛 用OTC果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眼睛肿 眼睛痛 用OTC果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肝好 肝好 有福了 有福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想他直播这个地球 还是有点 有点什么 带擦边 谁跟你说直播带擦边 你这是哪儿去听的这句话呀 不是现在你知道新媒体 如火如荼 对不对 我们传统媒体都还在 不断地向新媒体进行学习 也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直播是现在的朝阳产业 也有很多人 现在都投身到这个直播的 这个行业当中来 变成了事业 女的直播太多了 也感觉朝边里还是 正是因为很多女性 都在投身于直播行业 所以就更没有什么呀 你自己平时看不看直播 你看过没有 一看 你看的时候什么系直播呢 就是像直播带火之下 然后就是像服务直播之下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买东西啊 或者我们获取知识啊 都是通过直播 通过新媒体 通过互联网 就他这种就是强 有时候到皮革会的 就是强有时候 就这样啊 就感觉就是 唱歌跳舞 再不过要强 感觉就是 好像是主动性的那种 原来男嘉宾不太能够接受 唱歌跳舞 才艺类的直播 那么女嘉宾的直播 到底是哪种类型的 她又能够打消男嘉宾的顾虑吗 这样子的啊 我给你带了一个你的粉丝过来 你直播间的粉丝 张兄看过直播没有 看过 看过啊 那你看过我们陈主播的直播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是不是 那有可能 以后他就是未来 你直播间里面的粉丝 未来的榜一大哥 就是我们的张大哥 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呢 张兄呢 他平时可能看直播 看这个新媒体 也不太多 用工作比较忙嘛 所以他不太了解 具体你工作的这个 比如说形式啊 工作的内容啊 工作的状态啊 等等 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说呢 想让你在现场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工作当中的一种状态 可以吗 可以啊 那我们就把现在此时此刻 就当成是你直播间 张兄我跟你讲 看直播 你不能光看的 如果你觉得 咱们陈主播的 这个直播非常好 那你至少要给个掌声 好不好 女嘉宾的直播开始 她的直播模式 直接影响了张先生的想法 欢迎大家来到我直播间 帮我把免费的关注点一点 有条件的话 帮我做个数据 亮个灯盘 谢谢 今天我来向其言 然后他们给我解释了一个男子 你觉得我要问他 怎么问天 你平时直播的时候就这样子的吗 是啊 不唱歌不跳舞吗 不会 就是陪上 我号召绑一大哥 把游艇刷起来吗 没有 女嘉宾的直播 文静内敛 相比男嘉宾的想法 也发生了改变 因为他这种直播 是单纯的坐在哪儿聊天 我还以为是有长有条件 其实这一点我还是记得到 很多男孩子在 可能比较在意女孩子 直播那些 其实我只是下班了 开个直播呀 就是聊聊天 以后的另一半 如果他在意我开直播呀 然后我也不说 非要去赚那个钱 然后我可以不愿开 看来我们这个陈主播的 这个直播还果然是小清新的呀 不过这样子 反而咱们张兄是放心了 对不对 现在感觉还放心一点 就是像我们平时 看着漂亮舞的 感觉比那些要好的 当然如果今天认识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 不管你们未来 能不能够交友 走到一起 但是呢 张兄平时也可以 经常到陈主播的直播 进去走一走 看一看好不好 找他聊聊天 对不对 也可以多聊天我 男嘉宾的担忧终于解除了 匹配指数上升到了80% 可是突然出现的神秘人 又是否会影响今天的相亲呢 是朋友是吧 对 朋友 怎么称呼啊 他毛毛 毛毛 好 欢迎欢迎 你姗姗来迟 那我也跟你正式介绍一下 张兄就是男嘉宾 咱们这个毛毛 虽然来得晚了一点 但是来得正是时候 刚好他们俩 坐下来才开始聊天 闺蜜毛毛一出现 就开始夸奖起了女嘉宾 有少量的大方 然后生活上面 又很努力 又很急 快这些 反正就是 你们看到的是 美丽大方的一个美女 那为什么她又美丽又大方 又那么优秀 还是单身呢 就是因为太优秀了 是因为眼光很高 很挑剔吗 首先 我都要问一下男嘉宾了 平常在家里的话 大多数是自己 做家务比较多 还是 父母分担的家务 做的比较多 其实像回去的时候 做家务的时间 有时有 有时累得 就休息 一般的话 都帮忙做 看来 毛毛跟女嘉宾 果然是闺蜜 两个人都很在意 另一半会不会做家务 男嘉宾回答得也不错 可是当我们都以为 闺蜜的出现 是相亲成功的助力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我觉得佩迪的话 相当于的话 就是好像稍稍微差了一点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 再找一个稍微高大的 然后微微一点点 就稍微再高大一点 才佩迪起来 那个人还好吧 就是比较 感觉比较老实 然后 你之前那个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 要诚实一点 我觉得 他的经济条件 你了解不了 我才认识 我都不了解 可能的经济条件 还是要了解一下 你那么辛苦 然后你肯定要了解一下 然后在经济状况上 的话能帮一下你的 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 反正我都不放心 要不你去问吗 你可以啊 我可以帮你问啊 再还是要问一下 这些经济状况 还是首先要坚持 想起码的 要了解一下 我还有个担心的问题 因为虽然是 我们两个都离婚的 但是我有个娃儿 我也不知道 他们能够娃儿 如果是陈欣 跟你在一起 你那娃儿的话 我想信的话 你要是提出一个问题 他肯定是 不太在意一点 但是那个问题的话 还是要问 男嘉宾的经济状况 究竟如何 他又能不能够 接受女嘉宾的孩子呢 男嘉宾 我想有个问题 给你讲一下 虽然是我们两个都离了 但是 我以为娃娃 你能接受过 别人的原来 都跟我说过 就是你娃儿了一下 好多岁 五岁 跟他离婚 是跟他男方的 跟他男方的 现在是 他男孩一个人 在负担吗 还是你帮助 在负担的一起 我要给肥状费 给好多位一万 五倍 五倍 也不是很多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孩子 并不介意 可是接下来 女嘉宾的一句话 却让男嘉宾的想法 发生了变化 虽然是不多 我也想努力赚那钱 以后我想把他 接到我身边 让我自己来 当时我们结婚了 还是 你也愿不愿生一个 我说生一个 我又害怕 到时候对我娃儿 不好成了困难 我觉得也不得会 毕竟都是你生生的嘛 但是那个我还是 替我们闺女 身上还是身体上方 但是看你们两个关心 如果你们感情 好的话 再要个玩 也没得要是得 他说他有个娃儿 如果他说娃儿 带到我身边来 我感觉还是有点 有点点建议 毕竟我以后 想生一个自己娃儿 如果说以后 我结婚了 如果是真的要生一个 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我说生了的话 我希望的话 不管是我们生了那个 我还跟我女儿 带过来一样 我希望的话 我希望一万岁短片 不要就是那种 对待的不一样 这样子我这里 我自己认识不了 这孩子就可以 女嘉宾和闺蜜的一席话 打消了男嘉宾的顾虑 可是女嘉宾又担心 没有孩子的男嘉宾 根本不了解养孩子的负担 帮我闺蜜问一下 飞飞问一下 你的那个经济床 你状况现在 是哪个一样 这点 经济一国也反正 在去前一场 保证不太好多 有一套老房子 想你一个月放贷 要还好多放贷 一千多 一千多 嗯 在你经济了 你成熟之类不 还要还好几位 还有十几年 你们还年轻嘛 十几年 因为我去我们 飞飞公里也着急嘛 但是着急的情况 因为下面的话 我还是可以提他的 以后的幸福比较担心嘛 那我们也就问一下 就是平常 比如说你工资七八千的话 你自己的消费下来 然后平常生活下来 你能赚好多钱呢 说不一定 有说五六千了 有说四五千了 也说不一定 但看平时工地想忙不忙 有说想收入搞不搞 需不喜欢提前男嘉宾 平时想做工地 没得没得用途的 基本上像有说坐车啊 像有说买点工具 这些就是吃饭了 这些东西 没得到 这其他旅游出的 就算三点一切 都是有买了 平常生活下来 对 那还是大多数都吃起来了 对 他都没想过 养娃儿的费用 回家生个娃儿 我觉得他想得太天真了 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 补肺丸 冠名播出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腹喘 补补肺吧 养无疾牌 补肺丸 补肺益气 只可平喘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气力 干啥都给 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 补肺丸 冠名播出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腹喘 补补肺吧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只可平喘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气力 干啥都给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疾牌 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丸 补强肺功能 其实很多 再婚的夫妻 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孩子的这个问题 有一句话 老婆孩子热炕头 始终对一个男人来讲 会有这样的一个 向往和情怀 在这里 当然对于小陈来讲 他自己也有 他的这个尴尬 因为他有一个孩子 一方面他知道 可能养育一个孩子 意味着什么 另外一方面 他也担心自己的孩子 说实话 现在的话 可能对我孩子的话 可能是满满的爱 如果是以后 再生一个的话 可能就是会分到 就是把那个爱 本来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就分给两个人 我问一句 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不是 那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有 那你有个 我有妹 有个妹 那你觉得你妹出生以后 你是不是就被分掉了 一半的爱 是的 真的吗 好多父母他都会就是 有小的 他就是所有的爱 全部就给小的 然后就大的 他就没有那么多爱给了 我就是担心 如果是我们以后再一起 再生一个的话 我怕他对我 那个玩得不好 因为自己成长经历的原因 女嘉宾害怕再生一个孩子 会分走现在孩子的爱 虽然她愿意再生一个 但是不管是经济 还是经历上 女嘉宾都有所顾虑 匹配指数下降到了70% 多了一个孩子 多一份爱 就是父母要付出多一些 对 我觉得朋友说的 其实很有道理 不是说因为多了一个兄弟姐妹 被分走了一份爱 而是应该父母 去多付出一点爱 当然父母可能会责任更大一点 会更辛苦一点 所以我觉得问题 不应该出在孩子身上 而应该出在父母身上 那你可以想 你如果跟未来的另外一半 在一起之后 多生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是不是 也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是啊 那是不是他亲生的孩子吗 是啊 那他为什么会不爱呢 爱呀 那你为什么会不爱呢 我也爱呀 对呀 那两个都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一是同仁 我是两个都是我亲生的 但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只有一个亲生的 就是对我另外一个 我就害怕他对我另外一个不好 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一是同仁嘛 毕竟孩子还相望 就是慢慢对他好 他将来也会对我好 你要用心去做 他是做得到的 我觉得刚刚张兄 有一点说的是对的 因为现在你的女儿 毕竟还小 他可以 他还有时间 跟他培养感情的基础 小孩子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你对他好 他会偏向谁的 经历问题解决了 经济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确实是就比较现实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需要张兄 来正面解释一下的 来应对一下的 就是你没有过孩子 所以你不知道 有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 而他知道 有两个孩子 意味着你要承担的就是更多 我自己要付房贷 要付抚养费 如果说目前你的工资的话 然后我们再生一个的话 真的是 他虽然是没得房贷 没得负担 但是他经济方面的话 转的一步多 因为我现在我女儿 还在读幼儿园嘛 是 一个月的话 现在幼儿园一个月多少钱 两千多 两千多 还算好 包括一个补习班的话 有可能就是三千 三千 那么两个孩子就是 两个孩子如果是 都一起的话 肯定是六千 那他还要吃和拉撒穿 对呀 还要吃呀 因为小的还小嘛 有奶粉呀 有可能药不吃呀 对 还有其他的费用 如果是你全部参杂进去 你还要这个 洗手他健健康康 不要收病 对对对对 不要去医院 对不对 努力吧 但是努力并不代表着 就真的能够增加收入啊 我也很努力的 我工作很拼的 这个怎么说呢 反正就自己 有时候多早点活 然后有时候 自己能省得省一点了 像那种 钱负易要负担一点嘛 像再说 现在九年义务教育 就数学费 用不了多少 义务教育不包括幼儿园 你要交的学费 现在孩子不是一样大吗 幼儿园 就是到这个肯定 幼儿园早就上完了 那时候 还是为他们 今后的话 就是还是有一点担心 但是想想的话 男嘉宾的话 因为他毕竟没有房贷 然后没有压力 然后两个以后 如果感情好的话 就是努努力 就是以后有孩子的话 就是还是能把这个生活 给获得很好 这个倒是 就是因为大哥他自己 其实一直还是有 比较强的储蓄意识 而且他也没有房贷的压力 头几年 如果真的是大家 有经济上面的压力的话 可以拿一些积蓄出来的 经济状况 我感觉我还是一般 因为没有什么负债 养我了这块 所有福利养福 穷有穷的养福 在公里上上班 然后我觉得他是 比较吃苦来老的人 我觉得还是可以 对于女嘉宾担心的问题 男嘉宾暂时 给出了解决的方案 接下来的盲盒问题 应该会让他们 更加地了解彼此 好 这个问题是 如果父母反对 你跟另外一半在一起 你会怎么办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 那你说说你当时怎么做的 我觉得就是尊重父母的意见 在一起肯定是 就是家庭活血比较重要一点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 当你跟父母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尊重父母的意见 而不是听自己的意见 因为如果父母都不愿意的话 经常拿矛盾的话 对家里面影响也不好 也有一些道理 因为他们说两个人在一起 不光是两个人的事 其实也是两个家庭的事 那如果说父母没有办法接受 那可能以后就会有一些矛盾 男嘉宾选择听父母的意见 女嘉宾会介意吗 没想到女嘉宾竟然不介意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她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听我自己的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信不信服呀 这个的话完全就是 两个人的问题 如果说你 就是为了父母呀 然后放弃自己 如果说喜欢的人呢 以后没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呀 你会后悔 肯定会后悔的呀 看得出来 女嘉宾是有情有义的 对感情和人真理个人 好吧 那通过刚刚这个爱情盲盒的 快问快答 你们应该也对对方 有了更多的了解了 关键是通过这个问题 看到对方的观点 和对方的这个处事的一些态度 这个有助于 你们最后做出一个 正确的选择 在选择之前 我们无意间听到了 女嘉宾与闺蜜 这样的一番对话 你有这么样吗 我觉得今天条件不是很好 就是非要生个娃儿 条件也不是很好 她不是带一个娃儿过来 如果是带一个娃儿的话 肯定的话 就是觉得 就是还担心 今后有矛盾的一些 就还好不是 不是现在一个娃儿 就是说 她是今后想要一个娃儿 你看她还有没有 对得好好的地方呀 私下刚才 跟我买了水呀 然后还关心我累不累呀 然后又穿高跟鞋嘛 男孩子有好理念嘛 你好好想一下嘛 哎呀 我还是比较纠结 今天的两人相处一天 从假装成顾客的浪漫相遇开始 有愉快的聊天 有关于直播的质疑 有矛盾 有释怀 他们最终又会做出 怎样的决定呢 好了 经过今天一天的相处呢 相信你们对于对方 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那也知道 其实对方是不是 是 接下来 那适合跟自己去携手 余生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要给到对方一个答案 进入我们的选择环节 此时此刻呢 我看到我的张兄 手上拿着一双拖鞋 肯定不是给我穿的 到底给谁穿的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可以说出来 我看到 一直穿着的盖头鞋 有点灵 我感觉到 这个还穿着舒服一点 你也注意到它 一天都穿着高跟鞋 是吧 虽然很美 但一定很辛苦 对 所以为她准备了一双拖鞋 希望她能够 落到地上来 踏踏实实地生活 对 脚能够更舒服一点 可以脚能够舒服一点 好吧 如果在生活当中 真的是有这么一个贴心的人 我觉得对于 可能任何一个女性来讲 也是幸运的一件事情 知道我的辛苦 知道我的累 也愿意去帮我分担 当然是不是那个 去愿意的人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女嘉宾的选择 好不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就请男嘉宾 把这双拖鞋 放在女嘉宾的面前 如果你愿意选择 她跟她从朋友开始做起的话 你可以 接过这双温暖的礼物 然后换上拖鞋 那如果不愿意的话 跟她说声抱歉 希望你们各自安好 好不好 我今天看她穿了一天的高的鞋 就还是有点累 我去跟她买了一双拖鞋 其实我也比较感动 我觉得她还是比较细心的一面 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 补肺丸 冠名播出 经常咳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板腹喘 补补肺吧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气力 干啥都给 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 补肺丸 冠名播出 经常咳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板腹喘 补肺吧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气力 干啥都给 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 熊胆粉 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明目 平干 对刚好 长聚会咽喉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刚好 眼睛肿眼睛痛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刚好 刚好 有福了 有福有路 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胆粉 三 二 一 请选择 人家这边对不起 我们不合适 虽然我最后拒绝他 然后我只觉得 想找个条件好一点 然后最好是不生玩的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对我玩也好一点 陈飞没有接过这双脱鞋 我觉得可能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一双男士拖鞋 马子不合适 当然这是开玩笑 马子不合适 这个就不是开玩笑 有可能他觉得 真的可能有一些 不太合适的地方 我们平时不是说一句话吗 就是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才知道 当然我觉得也没关系 可能暂时留着 你可以自己先 使用一下这双脱鞋 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点 然后再去寻找 真的可以适合你的那个人 我也相信通过今天 来相亲和交友 你自己也能够知道 自己的一些优势 当然也知道自己 可能在哪方面 还有一些欠缺 特别是关于 再婚以后 要不要生小孩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下来以后 你要好好地自己再思考一下 然后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 我也希望你能够有一天 可以亲手为自己心爱的女人 穿上她那双漂亮的水晶鞋 好吧 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 虽然他们都是离异人士 但是因为一个之前有自己的孩子 而另外一个没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们可能很多的想法 心态 需求 都不一样 这就造成了 他们后来可能很大的一个矛盾 虽然男嘉宾很想要自己的孩子 不过 他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我想不光是女嘉宾 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到后面 我相信男嘉宾自己 可能也会问一下自己 当然这也是很多的 萍水相逢 再婚夫妻 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醒过他们 首先 对于想要孩子的这一方来讲 经济上面的准备又是否做好了 那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思想上的准备 你又有没有过呢 同样对于有过自己孩子 又在纠结和犹豫的这一方来讲 也希望他们能够坦然的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不管和谁在一起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 可能要去做的选择 总之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男嘉宾 在生活当中以后 能够遇到她的灰姑娘 也希望我们的女嘉宾 能够遇见那个 愿意去为她穿上水晶鞋的人 我们电视线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想来相亲的话 大家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或者您直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反而有起线下互联服务中心 来直接报名 我们应该当地惥去